中国方向的豪宇 他们是这么说的 决定要砸十兆人民币 大力推第三代半导体 但是突然间就专业学者提出了论点 说中国大陆砸再多钱 用再多的人力跟资金 一两年之内第三代半导体 一样很难做到 建仲请上来 为什么很难呢 建仲实际上告诉我 第三代半导体的制作 真的难得不得了 理由出了什么问题来请说 好我们来看第一章 我们来介绍 上一次我们介绍过第三代半导体 那我们首先要先了解 什么叫做累金 我想各位一定听过这个字 累金的英文叫epithesis 然后它一般不好念 所以我们习惯把它念成epi 所以各位常听那些工程师讲epi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上次我们介绍过什么叫做单金 瑞涵还记得吗 就是排列都很整齐 原子排得很整齐 那什么叫做飞金呢 就是排得不整齐很乱 那另外有个所谓的多金 就是原子局部整齐 局部整齐 然后有一些是不整齐 很好非常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现在常说的金元 就是我上一次很久以前 有带大家看过的这个细金元 对对对对这个细金元 这个原子就是黑色的这个原子 这个是玩单金的金元 单金金元 这片是黑色的吗 这一片不是 这一片是灰白色 灰白色的 在上面我们要用方法 待会再讲 会长一层薄薄的薄膜 在上面长一层薄薄的薄膜 对对对 这个我们就称为 如果你这个长出来的薄膜 原子也排得很整齐 它也是完美的单金 我们就把它称为磊金 所以什么叫做磊金呢 磊金就是在单金的金元上面 长出单金的薄膜 叫做磊金 懂了懂了 就这一句 单金薄膜就叫做磊金 问题来了 如果你今天上面长的这个材料 跟下面这个材料 是不同的材料的话 就不容易排整齐 对对 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在我们工程上称为 金格不匹配 那会怎样 长出来的这个磊金品质就不好 那为什么这个磊金介绍完 第三代半导体会难做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底 第三代半导体用的是什么材料 那碳化系的这个晶元 目前大概是四寸跟六寸 是已经量产的 那么Coree 我们上次说这一家是美国的公司 他们计划今年底要量产八寸的 这个碳化系晶元 不过这个听说有delay 没有那么简单 真的很难 那么碳化系呢 它分两种晶元 一种叫做N型的碳化系 那我想因为技术不讨论 我们不管什么是N型 它就是其中一种 另外一种称为半绝元的碳化系晶元 我现场就带来了一片 这个就是碳化系的晶元 等一下你拿好 N型的碳化系晶元 碳化系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用的材料用碳化系 不是系 这个是我刚刚那一片 这是原来的系 那你这个是碳化系 那这个都是晶元片 对 但是材料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灰白色 这是有点透明的绿色 来 我们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见重的这一片 你看这一片 半透的是不是 对 见重你帮我看电视一下 它是有点墨绿色的 是 这是材料的特性 它会透可见光 所以会看起来有点半透明 这个就是第三代的材料 叫做碳化系晶元 那我这个是叫做 系晶元 请问不要动 我这一片是多少钱 这一片一百块美金就可以了 你那片 一千块美金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今天保护它保护的要命 请拿好 好 来 接下来就是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一百跟一千十倍 它很多 用在哪里 我们刚还没讲完 我刚刚给各位看的是 一千块美金的 还有半绝元的碳化系 三千块美金一片 都是用这个材料 都是用这个材料 但它里面稍微有点不同 我们先不讨论那个 应用在哪里 N型的碳化系 主要就是做功率元件 还记得我们上次介绍 电源供应器吗 它就是用这种 N型的碳化系做的 电源供应器 上次介绍教大家 你去把你的笔电 还有你的那个手机 充电的那个 不是有一个厚厚的那块 就是电源供应器 是 是 是 不过它还是 它主要是高功率 所以用在电动车跟基地台 这种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半绝元的就很特别 我们刚刚讲长累金 半绝元的碳化系 是要拿来长淡化加的累金 各位还记得第三代半导体 第二种材料叫淡化加 对对对对 它就是用累金的方式 长在这个半绝元的碳化系的晶圆上 还记得吗 所以你在上面长了这个淡化加的累金 回到前一张 各位就会发现 累金 就是那个薄末 对也就是绿色的这个是淡化加 黑色的这个是碳化系 黑色是碳化系 对 但是重点是上面这个 当你长了这个累金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累金去做元件 所以累金可以带来很大的功效 还是怎么样 等于是如果你要碳化系这个材料 就用黑色的这个晶圆 直接做元件就可以了 对但是这个比较便宜嘛 但是如果对 但是如果你要长淡化加这个材料的话 就必须拿刚刚那个碳化系晶圆 再长一层累金 才能够拿来当成淡化加用 这个时候碳化系的角色 纯粹只是一个基板 一个支撑物而已 对啊就是就是有点像基地台 一个基基座 基底基座 那上面这个才是主角啊 累积才是主角 对对对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一张 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涨了这个淡化加之后呢 它就拿来做手机或者基地台 射频处理电磁波的那个功率放大器 这个贵 这么贵 这个就贵了 你想想看光是晶圆就要三千块美金 上面还要再涨什么呢 淡化加累金 这个还要再加上去 更贵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淡化加 目前大部分都是用累金的方法来成长 那它怎么做的呢 首先呢 有四种方法 一种就是拿蓝宝石来长这个淡化加累金 第二种是用细晶圆也可以拿来长淡化加累金 所以这个晶圆实际上也可以拿来长淡化加 但我先确认一下 因为这是细晶圆嘛 对 所以呢这个淡化加怎么出来 就是拿这一片 这个本来这个是当底座啦 这一片放这边 然后呢用这个东西在上面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是这样吗 这个东西长在上面 对 是淡化加不是蓝宝石 淡化加长在上面 这样淡化加这样慢慢慢慢长在上面 对对对 长一层很薄很薄就可以了 长一层薄薄的就可以了 薄薄的就可以了 是长在这个石棉片上面 第三种就是刚刚讲的用碳化系来长 就是拿这一片碳化系来长淡化加就是这一种状况 第四种是拿淡化加晶圆直接长淡化加 这个是品质最好的 我们刚刚说如果上下的材料完全一样长出来的最好 但我问您哦 势必都要有一个基座 基座 对这四种材料是不同的基座 在这次基座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长淡化加 最好基座也是淡化加长出来良率最高 但是问题是淡化加应该是最贵吧 是对嘛 最便宜的是蓝宝石 8寸或6寸 那目前呢它是品质最差 那目前主要是拿来做LED 那个蓝光二极体就是用这个做的 我茂妹问一下哦 为什么淡化加一定要有这个晶圆的基座来长啊 因为累晶是薄膜 薄膜很薄很薄 一维米不到只有细菌这么薄 所以如果没有支撑物撑不起来 我懂了 所以要有一个底座 这个小德 这个呢 细晶圆就好一点 价格高一点 那目前也是6寸或8寸 主要是拿来做功率元件 所以这是品质最差的 就是慢慢的品质拉高 对这个品质又变好了 就是刚刚上面这一个有没有 然后它的品质变好 价格变高 拿来做射频元件 刚刚说了功率放大器 就是射频元件 OK 最后呢淡化加长淡化加 这个品质最好 但是呢它的尺寸 目前主要是2寸 很小 很小 所以呢它太贵了 我们就不讨论 好 最后一张了 我们来 这么难你看 这个有难度 那我们来看最后 碳化系到底怎么做的 首先呢 各位看这个图 把这个碳化系是一种粉末 对对对 就是各位沙子上面磨那个东西 黑黑的那个粉 那个其实大部分是碳化系 沙子沙滩我去过 有些沙子一拿出来看 有些黑黑的 沙子就是我们在磨东西 用的那种沙子 我知道你说那个磨沙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黑黑的 把它放进来这个地方 那个很便宜 加热到大概这个温度 2500度 它的溶点是2700 所以加到这个温度 它还是固体 固体会直接变气体 这个动作 我们把它称为升华 还记得吗 二氧干冰变二氧化碳是升华 对 固体变气体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变成这个气体 这个气体 碳化系 对 然后首先 是一是碳嘛 这个是系嘛 是 然后把一块这个晶圆 放在上面当作晶种 对 就是基底 基底 然后它慢慢就开始长 长出这个绿色的 这个就称为碳化系的垒晶 它不是有上面长 是要往下长 这个刚好倒过来 其实没什么 就是倒个方向 这样子长 所以它就越长越厚 越长越厚 我懂了啦 因为这边加热 然后气化这边嘛 所以它会附在这个上面 所以气体这样一升高 就在晶圆上面 对 就会一直长 一层薄墨 对 但是累晶是薄薄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要长累晶 我们现在要长金棒 所以要长到多厚呢 要长到这么厚 等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碳化系的金棒 碳化系的金棒 刚刚各位看到的这个晶圆 是这个金棒切出来之后的结果 这个透明这一片 这是切出来的 因为这很薄 所以看起来是透明的 对 这个是这一块切出来的 是 那这个也是长金长出来的 是 这个就是金棒 等一下 我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厚度 所以它本来也是一些化学原料 把它长出来 长这样 就这样长出来 所以它也必须是气体这样子往上上长出来 它就一直往下长 长到多厚呢 各位看左边这个图 通常长到这样大概两公分左右 大概要长一个礼拜 这个图其实就是长完的时候 是看起来是长这样的 然后其中能用的那一段切起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图其实就是这一片 这个就是切完了之后的晶圆 就刚刚那一片 透明的那一片 对 这一片就是这个晶圆 天哪 好赞喔 这这一片你看你看 这样一片一千块美金 一千美元 所以你再猜猜看这一只棒子多少钱 对啊 那个棒子大概多少钱 那个涨金那块 可能要算一下 可能几万块美金跑不掉 天哪 我的妈呀 你看 要不是前线 你应该看不到这么多 所以建重今天我们带完了 最后结语我要个答案 回到我们刚刚的建重的第一章 也就是透过了半导体这些我们认识之后 因为第三代半导体刚有说 就是两个材料第二页 那以您的研判中国大陆现在人才尽量找钱大力砸 这两个如果要中国大陆真的见到达政的成绩单 大概要多久 基本上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是台湾的公司 稳成材料 这是我台大的同学材料系的博士在做 谢谢您了 那大陆我想基本上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那现在状况两岸不相上下 基本上进度差不了太多 但是台湾已经有厂商能够做出来 我们回到引言那一章 我要个答案就好了 也就是专家认为一两年第三代半导体 中国大陆是做不到的 你也认同吗 没办法做到像国外那么好 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还在努力的阶段 好 非常谢谢建仲 感谢您了 这东西我待会再慢慢帮您拿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OK 今天呢 来探究 中国大陆呢 请全力要做第三代半导体 可是呢 建仲已经说了 累金先认识它 我们原来认识的就是一个单金的金元 累金呢 就是上面的一层薄薄的薄墨 累金 为什么讲到累金呢 请看第二页 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一个 包括了碳化系 以及淡化加 就是那个薄薄墨长出来的那一层 这两个有多好用呢 您看如果今天我下面的基座 用的比较高阶的 这个不就是5G这些重要的材料 要用到的吗 比较贵 对 而且呢功率啦效能啦功效都会比较大 最后一个 那因为我要用第三代半导体 我总要让它长出来薄薄那一层吧 怎么长呢 下面用碳化系粉当底 所以碳化系粉体 一堆的粉 它是固体哦 加热到这么热 让那个气体呢 挥发这叫做升华法 然后呢 长出来的碳化系呢 累金就是这个薄薄的一层 这个碳化系金种 这个是它的底座哦 反而是等于椅子让你坐而已 但是上面长出来这一层碳化系累金 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代半导体 要用的就是这一个 但是它长很慢 刚刚不看啊 长好久 所以长好久才会出现了这一些 可是因为包括了AI啦 物联网啦 功率只要大的啦 传输要快的啦 耗能要低的啦 全部都得要靠这一些 因此呢 中国大陆现在很拼了 我先确认一下 建重以上我的结论正确吗 是的 非常好 好 感谢您了 赞哦 台湾的第三代半导体 说实在的 我们也没啥进度 跟中国大陆一样慢 中国大陆现在跑得快 我们也不能落后咯 加油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继续再帮您加油 明天再上一天盘 您就要放假 放四天去观光旅游了 地点找好了吗 要不是今天微凉说 我还不知道 本来只是那种 很low的啦 local那种地方的工厂 竟然透过了经济部 感谢工业院 再给我这个大土家 辅导之下 观光工厂 帮我们政府赚好多好多的观光财 怎么做到的 也许有空可以去晃一晃哦 放假四天嘛 微良独家告诉您 这个地方是在这种地方的 放假装 欧阳 我刚才能熟